屏东看守所金船有兽型人脱逃 刑事局发布了紧急专案 40岁的涂俊伟有怯到伤害前科 27号下午在一处柠檬园进行自主监外作业的时候 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跟员工起了头脚 把人打伤之后抢了车钥匙就开车逃逸 被打伤的员工脸部跟胸口有多处挫伤 还在住院观察 屏东看守所金船有兽型人逃脱 就是他40岁的涂俊伟 身高165公分 特征身形瘦小耳朵醒目 可能藏匿于全台 刑事局发布紧急专案查气歹人 而在逃脱前 屠俊伟正在柠檬园进行自主监外作业 因为工作问题和里面的无姓员工起口角 无姓员工脸部胸口多处挫伤 住院观察 而据了解屠俊伟在抢车后一路逃往高雄 曾献中港山地区 107年到现在 经期有6年 经4年了 我在报假释 焦花表现很正常 屠俊伟107年1月 因为偷车窃盗肇事逃逸 被判刑6年2个月 今年2月经过评选 刚获得自主监外作业资格 没想到才过一个多月 人就跑了 听说他昨天逃签之后 有跑回来是不是 有 他一定会回来 因为他 他是口袋里没钱 隔壁邻居都偷 受刑人打伤人后 抢车逃脱 警方全力追气 就判尽快将人逮捕归案 只有除智伟 评论报道